因为陈寗在去之前呢 我知道就是说 一直到说你担任到G2030的代言人的时候 非常开心 而且因为周遭朋友都告诉你说 能够担任G2030的代言人 会对生命当中会有不同的感受 会对原生关有很多的改变 这次去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我其实真的很谢谢世界长王会的邀请 然后这一次这个行程其实是有限定人数的 不然的话我生命至少有五个朋友 他们说想要自己花钱一起来 可是就真的没有办法 那其实我非常感谢韦伯 因为其实他真的是带着我 虽然在营幕上感觉好像我讲话讲话比较多 但其实他真的在那边我们要透过翻译 然后从中文到英文 英文翻到法语 法语翻到了图著 然后我觉得这整个过程 其实韦伯他的肢体语言 跟他的在担任翻译这部分 他们做的非常碰 简称就是我心通很多女 然后一直觉得因为有他陪我 所以我在那边其实是很安心的 然后我在那边看到的世界是 其实他们是快乐的 不像大家想象还是说好像 好像他们会表现出那种很可怜的面神還是什么 甚至我们在干净他们的时候 他们反过来安慰我们 就觉得没什么 我們現在做的事情也沒什麼 然後小孩子就是跟他聊天說 你有害怕什麼擔心什麼嗎 他們就同言同語的說 我很怕獅子 我怕狗 就他們其實對他們來說 他們現在就想要開心生活 然後有好的教育 然後當然是希望有好的生活環境 所以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我和韋國能夠給的力量是很小的 但是因為我們是公眾人物 所以真的很希望因為我們 然後透過媒體 讓更多更多世界各個角度的人知道說 在西非這個地方 他們需要什麼 然後我們能夠給予他們的什麼 是 我相信呢 像陳寗已經有非常多的感受